我马上要重去吃好吃的 而且是我最想念最想念 一出关 其实就是第一样最想吃的东西 哇 哇 得到啦 大家好 又是我迪达 我已经返到了香港了 然后我也隔离完了 然后现在呢 我在家里收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就是我从酒店出来 完全没有吃东西 我吃了一个鸡蛋而已 早餐就只吃了一个鸡蛋 然后现在到三点 我快饿死了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刚刚收拾完 想说马上要重去吃好吃的 而且是我最想念最想念 一出关 其实就是第一样最想吃的东西 就想介绍给你们 啊 我等了 两年半了 终于等到了 如果是有看我频道的观众 应该都经常听我说的了 终于现在我要去吃它了 好啦 事不宜起 现在马上先吃我第一餐 出关后的第一餐 你这个是一个过巧米仙套餐里面有超级多料的 可以选料 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汤底 汤底我真的是最推这个 重庆酸辣汤底 我才知道我去吃什么 因为毕竟我在旁边的时候 已经开始想定 不是 是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想定 两年前已经想好我去吃什么 其实我今天要叫我必点 我的菜单 我有一个鸡肉猪润 重庆酸辣汤底 土肥鸡肉三的麻辣猪椅 谢谢 好 好开心 已经很久很久没过来吃了 下次等我试一下 淡仔姐姐的广东话先 刚才很辣 野菜菠萝 鸡肉猪润三小 土肥鸡肉 麻辣猪椅 重庆酸辣三小 知不知道 只要它的味道没有变的话 我今天饿了一整天都是值得的 我希望跟两年半钱的味道 是一模一样的 OK 来看一下我刚刚这样子点了 大概是多少钱呢 106港币 大概404台币 等一下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到底吃什么啦 不得了啦 各位不得了啦 哎呀 有没有空的毛 有没有空的 有没有空的 有没有啊 那她刚才姐姐介绍的 波罗野菜汁 有没有 有没有 多辣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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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浓的 波罗 還有蔬菜和胡蘿蔔的感覺 對不起,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 平常心, 先嘗嘗湯底 到底跟兩年冰箱一樣, 我們看一看 我吃夠了 好好吃 完全就是那個味道 這個重慶酸辣是我最推的 有麻辣的感覺 如果喜歡吃豬肝的台灣朋友 絕對要點豬肝 我真的覺得糖仔的豬肝是我非常愛 很爽脆, 剛剛好煮好的感覺 然後還有香港很多人喜歡點的一個叫做炸醬 然後他們家的土肥雞翅 還有新疆雞翅都很有名 來個土肥雞翅 眼的水呢 眼的水 我真的好感動 眼淚在心裡流 超級脆 然後上面還有黑芝麻的香 還有點自然的味道 整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味道也是我在台灣找不到的味道 最後最後 豬耳朵呢 一定要拌來吃 台灣很多一些麵店也會賣豬耳朵 可是不一樣 他們這個也是走麻辣風格 慘了,會不會有不吃辣的觀眾覺得 那你這家店我進來吃什麼 他們的番茄湯底 還有其他不辣的湯底 還有像雞翅也是不辣的可以點 可是其他小菜我看好像都是有辣的 我覺得會吃辣的朋友來這家店裡會開心死 因為他們的辣真的很好吃 很過癮 這個麻辣蝦 吃行啊 像我今天這樣子點 其實都是比較重口味的 如果想吃清淡的話 可能清湯吧 但是辣的好吃很多 不要說我先不說 這一家吃了我回來 第一家吃的餐廳 當心無愧 今天我也想問問香港觀眾 有批評你 最近是不是都出了很多很好吃的麥線店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一個超喜歡吃麥線的人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好吃的話 留言給我 我要衝去吃 爭取時間啊 在我在香港這段時間去狂吃麥線 第二站我來到葵聰廣場了 因為我要來素街 太多香港街頭小吃 我都未吃 所以我要回來再馬上吃他們 但是這次我找到一個嘉賓就是 咦 喂 Hello Hi 又是我們香港小美花 香港小美花 哇 約了兩年半 我終於見到Wallet了 Oh my gosh 我整個人都很震驚 為何你在這裡 其實我們今天是第一天見面 然後我們已經看了對方很久都說 咦 是不是真的 是否白金木 是否真的來 是否真的來 我今天是幾天 抱歉 抱歉 是真的來 是真的來 這次你帶我來這個葵廣 是掃小吃 因為裡面最多小吃 因為你說你有很多想吃的香港小吃 我也有 我覺得這裏一定有你想吃的食物 有肉燒嗎 有嗎 應該有的 那隔仔餅 這個也有的 是 是 太大了 嚇死我吧 你 你 立刻出發 Sharman 我要Sharman 我要Sharman 這裏很喜歡吃的隔仔餅 裡面是有花生醬和麵奶 剛才吃到葵的味道 但是 是否超好吃 我覺得半半的 它已經淋了 魚肉燒賣 因為我在台灣比較看到多的 就是茶樓那種 就是有蝦、蟹子、燒賣黃之類的 但是其實我非常推薦香港街頭 有這種魚肉燒賣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單調 你知道它贏在什麼嗎 就是裡面那個魚肉 是很好吃的 很好吃 然後一定要加一點 辣油 辣醬油一定要的 加點辣油 哇 很棒 我都覺得我可以每日差不多吃 有沒有那麼誇張 但會不會肥10KGC 你可能會到時候變成燒賣 那我留一粒給你 OK 謝謝你 1001粒的燒賣 值得吃正的 只有一粒 不好意思啊 謝謝大家 燒賣真的不需要去哪裡 燒賣是不會死的 是有信心的保證 很好吃 哇 來到三樓了 超級多了 因為有很多食物 八爪魚 對 蘿肉啊 雞肉 4包14萬 剛剛有4包 搞定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跟台灣觀眾介紹一下 這個是呢叫做冷麵 然後呢你就選麵啊 選你要的菜啊 然後它就可以拌在一起 它味道非常的香濃 就蒜味特別的香 可以叫它多酸 然後呢我們最愛的就是那個 章魚還有螺肉 我覺得是必點的 是嗎 是不是那種味 它是中和的味道 大部分的不是中和的粉奶 嗯 好少啊其實 那大家呢 其實 姐吃的是回憶 你懂嗎 好帥啊你剛剛 姐吃的就是回憶 這個味道真的是在台灣找不到的喔 因為沒有人在賣這種冷麵 很好吃耶 中學的時候我們學生的時候 學生黨最愛 我是小學 我是幼稚園 我還沒出生就在吃了 我還是一個碗的時候 哈哈哈哈 好的 來到最後呢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我還是要必吃的 然後邀請到就是 鯉魚好來不見的 鯉魚 有沒有想她請留言 哈哈 有看過我朋友的觀眾 應該都看不少以前我和她拍的影片的了 終於回到香港見到你了 終於見到你了 對 然後呢 我最後一件就是想吃的就是 其實在香港的特別的味道 才是夠道地的 嗯 才是夠好吃的 有飯焦 還有粒粒分靈的飯 對 然後又有超多款式 就是這麼多款式 真的在香港才找到 在台灣可能只有很基本的那幾款 也是 沒錯 沒錯 那我們現在思考一下 馬上去吃第三間了 就是我們的 包仔飯 好 我們現在呢就是要吃這個是包仔飯 然後我要吃這一個 白鹹飯 我們發現這個菜單超值的 就是它有甜菜還有湯還有包仔飯 還有小菜 哇 好誇張呀 我們兩個女人仔 咬整個套餐 五人餐 五人餐 你不要看手 喂 好 我們前菜我叫了一個鴨屎 因為很好奇 我猜不到這裡有一個鴨屎可以吃 嗯 可能是露天鹿 對 對 台灣露天鹿真的很紅 很多香港都在 我們最愛 嘗嘗這個好不好吃 爽 爽 我吃這個口感完全會 它好像是綿的 太爽的 嗯 還有頭髮味呢 是酒味重很多的 不是滷水的味 嗯 那不如先試湯 胡椒白果鮮腹豬肚雞湯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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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胡椒粉超香 嗯 有燙就燙了 我記得這個臭 滑的 那些菜是煲得 即是那些雞 都入了湯的味道 不如試一下這個雞 好誇張呀 這個雞不得了 雞翅 好香 很香 很香 這個燒雞 哇 皮上面是撒滿了芝麻 嗯 真的很香 這個皮皮十分之成功 很脆 很夠脆 夠乾身 夠乾身的皮 你就會不覺得很油 或者很肥 很多肥膏的感覺 很香 很香 嗯 把醬油啊 這些全部都把它混在一起 對呀 這個飯都是滴滴分明 好厲害喔 這家 葡萄豆豉啊 嗯 這個白扇啊 加豆豉在上面 真的是非常好吃 這個就是扇 白扇呢 你剛剛說它是不是有點像那個 鰻魚 鰻魚 但是它不是同樣品種嗎 對 它只是外觀很像 在香港也蠻常吃到這種魚 其實在台灣比較少見 嗯 所以我們這次特地點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包仔飯 給大家吃 包仔飯的特色 它的重點是你的飯焦 真的重點 先吃飯了好不好 嗯 嗯 油龍飯都買得很香 我覺得包仔飯煮得很好吃 我覺得 還有吃到一些脆脆的飯焦 它不是整個焦了 很厲害 我以前吃過這些包仔飯 飯煮得多於那些飯 很黏 很黏 但它是柔一點 就是剛剛好 就像我們白身 很軟 是夠鮮的 就是這個包仔飯 很棒 很棒 這個包仔飯應該很適合 九分 十分五分 很特別九分 我之前也吃過廟街那些 我覺得它煮得比較好吃 這間 嗯 如果我請問我哪家做的 是包仔飯好吃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在我回台灣之前 再推吃 嘻嘻嘻嘻 讓大家先試一下 對 這間就是我們剛才上網找的 嗯 然後我看到評價很高 有些人推薦過 所以特地過來這邊吃 嗯 是好吃的 好 我們剛才已經吃飽了 很飽 然後滿足 你看看 嘻嘻嘻 嘻嘻 還可以吃第二餐 對 不浪費 打包酒 所以這集 大家都看到我吃了這麼多東西 應該都看到很豐富 其實我自己也吃得很開心 很豐富 畢竟很多是兩年半沒有吃到的東西 現在吃飯 真的在香港吃 豉油的味道 很多東西都是 就像這個煲底飯一樣 沒錯 所以今天吃的放送 又到這邊了 前面她也見過我吃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餓了吧 看到餓了吧 太多好吃了 香港真是 真的 美食天堂 真的美食天堂 我想想我這次回來 不知道會不會有包 草肥你的計劃 開始下餐再來過 再來過 沒錯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comment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我們後一集再見 你帶我去玩 出發 Bye Bye 來 可以 可睡 我…… 你 可以 再多一次 我也